小麦是我国主要的夏凉品种 目前距离夏凉大面积收获 还有10天左右的时间 农业农村部表示 主产需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防范不利天气影响 组织好跨区积收作业 确保夏凉封产丰收颗粒回仓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 目前西南小麦已收获8成 长江中下游陆续开连 黄淮海主产区小麦即将成熟 受去年罕见秋迅影响 河南 河北 山东 陕西 山西五省1.1亿亩东小麦 播种较晚 农前苗情为近十年最复杂最差 今年从中央到地方 采取了一系列超常规超强度举措 促进若苗转状 中央财政用于夏凉生产的资金 就超过60亿元 力度前所未有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缓缓紧扣抓好生产措施 前期突出抓好田间管理 出入转状 中期重点抓好小麦调修病 磁闭病防控 后期重点开展一喷三防 这些措施 有效弥补了小麦晚波的不利影响 目前总体涨势好于前期和预期 夏凉丰收再往 就像这么一样 那一切都 Pastor 这些什么都看得过 有一个转据 我说真的要误论 我是卖国兰门 就像这个周围 都这么一样 就像后来 有一个转捩 那法软 突然控制 那法转 这次 在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